你要合併起來已經很麻煩 我的是要給你還你的是要給我 到底我合併你還你合併我 就會有這種麻煩的問題產生 OK那這裡的話怎麼樣來做 首先的話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講義裡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會有這個貸款計算的這個相關的範例 那首先的話我們基本流程是這樣 介面的設計 一般其實在程式撰寫 其實無論你是做哪一種程式 視窗的也好 VBA的也好甚至是手機APP也一樣 反正就是做一個介面的設計 那介面設計會有介面設計工具 再來就是程式設計 因為你畫面做好之後你要去思考 這個畫面上面後面按一下按鈕之後 程式要寫哪一些東西 你要非常明確 然後最後的話 然後記錄把資料記錄到這個Excel中 那有兩種方式有方法一方法二 然後如何開啟關閉表單 其實非常簡單按下去 它怎麼跳出來怎麼關閉 或者甚至怎麼樣呢 你如果Excel一打開 表單自動跳出來 可不可以啊 然後甚至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資料新增到Seql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不只是寫到你的Excel 你如果同時也可以寫到SS裡面去 那就更好了 那這部分要怎麼做 不過後面這個第五跟第六有一點難度 不過這部分我會看程式碼再提供給各位好了 這樣比較不然我看這個要一次做完 一次要做正確真的是難度還蠻高的 OK那我們逐一來看 首先的話我們要來做那個設計 那設計裡面的話這個就是完成的畫面 那要怎麼樣可以設計出這樣的介面 其實在Excel VBA裡面有提供對應的那個 這個表單的工具 表單工具 那上面有紅色的字 請各位在命名的命名上面 名稱命名 因為每一個這個就是輸入的部分呢 如果你名稱命名跟我不一樣 程式碼你就會 你參考我的程式碼就會有錯 為什麼 因為我是用這個當名稱 你如果跟我名稱不一樣 你的你就會最後跑出來會有bug 所以這邊的話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怎麼樣去設計那個表單 我先把這個VBA點出來 OK第一步 第二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怎麼樣去做設計 那如果說今天各位開啟 你們的範例的話 應該是上面這一個 我們把這個以色誤件裡面點開來 基本上我有講過 你如果說是一個完全沒有設計過的 一個以色誤檔案 它實際上是一個專案 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什麼 特別說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加入的是一個 我們的一個畫面的話 請你從自訂表單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怎麼樣 把它稍微拉大一點 大小我想自訂 因為這地方 大概就參考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何把這個地方設計出像這樣的畫面 那我們來看 基本上上面的部分呢 我先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 這個上面就叫做Label 這個是Label 這個是一個Text Box 這個也是一個Label Label是標籤 Text Box就是可以輸入的 所以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那個黑色的這個部分 都是Label Label 因為它只是標籤 所以名稱不用制定 因為將來我們程式 不用 不會用到它 那只是說讓它顯示這些上面的標籤而已 OK